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 陈仁倩医师 双眼皮手术之后都要做所谓的睁眼运动 就是眼球的活动 这样子会有利于双眼皮的稳定行程 但是大家常常会有一个迷思 不敢去做睁眼运动 会不会睁开眼睛力量太大 让伤口裂开然后愈合不良 那陈医师在今天跟大家讲 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适度的做好睁眼运动 会有利于我们的伤口愈合 然后双眼皮的形态更漂亮 第一天疏后 通常就是先认真的冰敷 然后吃消炎药跟止痛药 让眼睛的舒适状态好一点 那我会建议在第二天 就可以开始比较认真的做睁眼运动 那我们要做的频次是多少呢 我会建议大概一天要照三餐 还有晚上睡前都各做一次 那一次呢做五到十分钟 我们的睁眼运动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就是 翻白眼的运动哦 就是我们要像这样子看 看陈医师的动作 往上看 然后轻松的往上看 然后眼睛甚至可以左右转一转 其实这个动作不是说往上看翻拍眼就好了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 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 我们的额头跟眉毛是不可以动的 我们只能动眼皮的力量 这样才是确确实实的睁眼运动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大家双眼皮手术术后呢 一定要在第二天就认真的开始做睁眼运动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 邀请你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让我告诉你更多的医美小铃铛